就是觉得比一个比较成功的电影 可能它的细节是真实 它可能整个故事是虚构 好多细节 尤其是对白 如果特别来源于生活 我会觉得更有说服力 现在给我的感觉 有的时候是 它那个故事好像是真实 但里面那个细节说的话 有点脸谱话 就是那个对白 有点就是挺预料之中的 比如说跟驾校的教练 你会聊说我要一个车 我要学车 是因为我想去看看 对 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我 说不出来那个 这个话很好 但是好像比较说不出来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就您刚才说到那个普通性 我特别赞同这个 就为什么像金志英那个片子里面 我就有一点 就您刚才说的剩余物 这个词 你的词老是特别多 高度概括特别好的词 我概括不来这个词 但我的感觉就是说 它那个片子里 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很多坏人 对 甚至是她老公一直在帮她 对 可是你看那个迫害啊 就是比如说她到了婆家 金志英到了婆家 本来到去婆家过年 那个事儿 老公都劝她说 哎呀你不要去了 你太累了 对对对 不行我要去 而且她好苦为她着想的意思 对为她着想 她不要 就是女性的那种自我奉献 不行 我是个 我在韩国的一个儿媳妇 我一定过年是要回婆家 在婆家去做饭 然后婆婆给她送的那个礼物 是一件做衣服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围裙 那什么礼物啊这是 这是工作服嘛 然后她还得很高兴地穿上 在那伺候那一大家子 就是人家其实老公说了 你可以不做 那老公还来帮忙 不行 为了维持我一个完美儿媳妇的形象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别插手 我就要干 就是这个让人感觉更悲 就甚至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加害她 但这个社会的观念给她的东西 她非要努力去这么奉献牺牲 这个枷锁我看着更可怕 然后说回到82年的金志英 据说那个小说和电影 引起过特别大的反感 韩国的男性 韩国男性就是说要投票 把她投下来 大家特别愤怒 其实我看那电影的时候 我就会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就有什么可被冒犯的 因为那里边的丈夫特别好 妻子特别好 没有攻击她 而且这个那个丈夫的演员 也是特别有名的 就是说一个有名的演员 然后又这么温暖 然后就是说特别为妻子着想 开始说还对她隐瞒病情 不告诉她 后来迫不得已才告诉她 就是好像是个完美的老公人设 对吧 对 所以那些男的在烦什么 对 所以我当时就不明白他们烦什么 这个男的不是个好的吗 后来据说有人因此写出了一本叫 《几几几年的某某某》 主角是个男的 然后怎么写呢 写的全是男人的所有的痛苦和承受 比如说为了养我老婆孩子 得出去拼事业去 为了让事业更好 得整天出去硬着头皮硬着去 硬着的时候得喝大酒 还得替女同事挡酒 就是各种各样的男性生活中的重负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光说你们不容易 我们活得容易吗 我们更惨 对 所以我看到这儿 我就明白男性为什么 就是去反感那个电影 他是觉得我们也很惨 我们甚至更惨 凭什么就你们诉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 就是82年的金志英 或者是某某年的 72年的王志强 这么两本书同时出现 是特别好的事 就是他一点都不矛盾 本来就是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 如果他对某一性别 做出了一些规范 他一定同时 另一性别就要承受相应的重负 不可能是完全的受益者 对 就像那首叫 只要有一个女人 那首诗里面说的 他就是把女人的处境 和男性的处境对应了 说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比如只要有一个女人 不能得到工作和理想的报酬 必有一个男人 不得不承担起全家的 就是养家糊口的重负 都是这样 就是文化规范了这个性别 那个性别就得扛相应的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什么痛苦 或者是某一种文化束缚的 同时造成的痛苦 或者有一部分可能是 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承受的 生活的重负 尹丽川在拍这个出作的决心的时候 就对男性的同情不够 我说这个话肯定是早死的 但我还是会觉得 就是我们很多女性主义的文本 会觉得忽视男性这边 所遭受的那种 就是可能更隐秘的一种伤害 就是如果你镜头稍微 再犹豫一点 转到他的身上去一点的话 你的同情可能会 真的有点不一样 训练的有一个 就是非虚构文学 叫严正 我看过 看过 那严正里面不是讲了非常多的那种 就是在严正受迫害的女性吗 就男人都会打老婆 你会觉得就是说 这些男人打了一辈子老婆 就女的怎么还能忍受下来 但我有时候又会觉得 就这些男的打老婆 他们是不是自己有一种 更屈辱的东西 他们没地方走 就是在这个大的社会结果中 他们有一种更屈辱的东西 他们没地方走 他们向更弱的人伸手了 这个就有点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 就是苏敏 他老公更猥琐 你说他要他50万 但我就在想 就是我怀着那个最好的 最大的好意去猜想他老公 问他要50万 他是不是就是说 用50万难住他 就是说让他把他留下来 就是这个就是说 看上去特别无耻的 这个要求里面 其实也包含了某种 就是说低级的 爱情的东西 非常有可能 我当时就觉得 你明知道他拿不出50万 你要跟他要 可能男的是不想离婚 就不想离嘛 就很明显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说 因为我特别喜欢 就是黄鼠琴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说 女性主义电影是什么 女性主义电影就是说 在一个应该开 就是南北向的窗的地方 开了东西向的窗 那这是女性主义电影 特别好的地方 但我会觉得 就是我觉得出走的军 特别好的一个文本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还不够就是因为 我觉得他现在的窗 还是在南北向开的窗 就如果能更尴尬的东西 更无解更尴尬的东西 就是说那些 就是把男性的那种屈辱的东西 如果能更深的提炼出来 就是然后就会有一个更深的 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打开 这样我觉得才好 就是说女性议题不要在这个 就是说还依然在家庭内部去解决 我觉得还是不够 包括就是说这个出走的决心 它当然是种决心 就是当这个女的下定决心以后 这个电影就比较快地收场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留下来是一个更大的决心呢 就是有一个 就是滞留在家庭内部 是一种更大的决心的东西 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拍一个 就是说滞留的决心 或者说留在内部的一个决心 那个刘晓漾就是 对对对 这里面我觉得会有一些 包括我看严正的手 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说这些男人打老婆 是一个什么动机 这些女人留下来又是个什么动机 这些女人也和这些男人对打的 就他们很有精气神的 您记得好多好多年前 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广告 小天鹅袭击 它的logo是小天鹅袭击献给母亲的爱 后来这一点被抨击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妈就应该给你给全家洗衣服是吗 怎么不献给自己 洗衣机为什么是献给母亲的 但是你能说写这个词的人 或者说那个给妈妈买洗衣机的儿子 不爱他妈妈 完全不能这么说 有恶意吗 没有 但那就是一个习惯吗 就这个对 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出所决心里面 稍微有点复杂一点的人物 倒是他女儿 他其实也一直在帮妈妈 站在妈妈这一边 但是到了说谁看孩子这个问题上 他似乎又成了一个加害者 对 对 你说到这个 出所决心里面 其实有一些小细节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就是老公请来一大堆老家的老乡亲姐 在家吃饭 吃饭 然后这个女的就拿了一个烟灰缸 放在桌上 客人们面前 老公不高兴吗 老公忽然就不高兴了 就把烟灰缸给扔开了 然后这个女的又拿着烟灰缸摆在那 老公又扔开了 女的又拿着烟灰缸摆 这就成逗气了 你知道 这是要大打一架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细节 非常有意思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所有的那些老家来的客人 满地乱谈烟灰 这个是我们当年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农村的客人 都是这样 然后妻子的想法是 因为老公不干家伙 所有的最后是我打扫 我来收拾 别弄得那么一地 所以他把烟灰缸摆在这了 还带了一种城里生活的文明感 所以他也是就说 不要把你的大小姐习气 就是这个文明感激怒了丈夫 而对男的来说 就是我本来就已经在外边混得不如意 四处当孙子 我已经够难受的了 我养着这个家 你就因为你是城里人 你看不起我们农村人 你在我的亲人面前不给我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生气 一定要扔了那个盐灰缸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细节里边 带出了好多拍摄者 既同情女性 也同情男性 因为这个问题 城乡差别 一直以来对乡下的不公正 这个问题不是他们俩的错 所以就像这样的小细节 还是有意思 说到这个 好像最近那个肖 什么是肖静腾吧 肖静腾的那个婚礼 那绝对是最正常的 这网上一直在传播吧 你们看吗 我倒没看那个 我就看那些特别绚烂的婚礼 我一开始参加那种婚礼 就特别的感动 后来慢慢的吧 就有点要冷笑 看把你们结的 别看今天结的这么好 考验都在后头呢 你后头能他的事给我过五年 算你是好样的 因为好多队都是那种 结婚结得越热闹的人 后头越承受不住 婚后生活的一地鸡毛 然后再一回想 本世纪最伟大的婚礼 其实就是查尔斯和戴安娜 后头最无法收拾和悲剧结局的 就是他俩 所以人家就又结了一次吗 又搬了一次 所以如果一个故事的结尾 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了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后来渐渐地就不信了 说有本事 你从婚礼之后开始写 我这次看这个肖敬腾婚礼上 他们不是有一个相互说誓言的那个 肖敬腾说得特别大声 然后我看到很多弹幕说 又相信爱情的 又相信爱情的 你信吗 反正我也不好说不信 但是就为他们捏把汗吧 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好像憋了很久了 可以宣之于口 对吧 他们这个关系很多年 大家也猜来猜去的 最后这么官宣 然后 对因为肖敬腾年龄毕竟比他小很多 然后他因为那么大声地说 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用这么大声的话来说出来的话 就是说有点给自己打气 也说给别人听的意思 就是外宣感 你知道我的什么感觉 外宣感太强烈就会让人捏把汗 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相爱 这个是我看着也挺感动的 但关键在于他说 不光是这辈子要爱 下辈子还要再 八辈子都要爱 我当时就有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对于投身于任何信仰 就是宗教信仰或者什么信仰的人 我都非常充满敬意 但不好意思 我是无神论者 就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我们年纪太大了 就是那样的爱 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动人的 对 他们肯定是特别爱 是 但是那个他过日子是另一回事 如果没有那么糟糕的 比如我可能会跳到今年的一个电视剧 凡人歌 凡人歌 那真的就是普通人的恋爱和日子 最后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这个比较接近生活的真实 这我还没看 你跟我说说 咱能承受这个考验 那才是好样的 凡人歌就是樱桃演的 樱桃演的妻子 王小眼的丈夫 然后丈夫是那种事业有成的大公司高管 妻子呢 本来工作挺好的 但是结婚之后 因为丈夫的收入不错 就让妻子离职回家 生孩子过日子 妻子也非常高兴地 当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妇女 自己的同学都羡慕她 过得好 当然一定会有一天 丈夫的公司不行了 什么老板跟老板的太太打架了 一会儿老板出家了 一会儿老板把一笔账 怎么给搁在她脑袋上了 她还得替老板还 总而言之 弄的最后就是倾家荡产 一地鸡毛 然后太太实在没办法了 樱桃就想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养家吧 就发现当你多年退出职场之后 你已经回不去了 就是你再去面试 是你当年的小实习生 做了人事部门的领导 录用你给你极低的工资 然后你怎么办 就是这是主人公的一对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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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